最近蝗灾闹得很厉害 席卷非洲甚至抵达了印度 那它们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啊 这两年非洲气候异常 来了几次大降雨 促进了蝗虫卵的孵化 同时降雨也是植被更加茂密 这就给幼年蝗虫提供了优质奶粉 使它们茁壮成长 当蝗虫聚集后 会散发一种叫本乙精的化合物 它会吸引更多蝗虫加入队伍 还能帮助蝗虫抵御天敌 这玩意儿就类似于洗脑大法 散居的蝗虫本来特羞涩 可一旦聚集起来 这时的蝗虫不仅颜色会发生变化 战斗力也会增强 一平方公里的蝗虫 一天能干掉3.5万人的口粮 吃完后一磨嘴又飞到别处继续逛吃 平均一天能飞150多公里 不过这次的蝗灾飞到印度就狗带了 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蝗虫在逛吃过程当中一路产卵 等天气转暖时 它们还可能卷土重来 所以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 最后再提一嘴 这时蝗虫体内有本意经 没事啊 别吓吃